空调安装面板底壳外壳 我们现在把它组装起来 首先我们把这个风轮和这个摆风电机连接在一起 这个电机轴的话有一个平面 我们转眼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平面来的 一定要对准这个滚藤这个螺丝 现在一定要对准 不然的话它会打滑的 电机轴的平面和这个螺丝的话已经对准了 这一头的轴插在这个左套里面 把滚筒的轴插在空调外壳轴套里面 已经插进去了 这里已经插进去了 下来我们来调整这个电机位置 这里的话给它摆好 放好位置 这个位置固定好以后 现在也非常灵活非常静音 我们就把刚才那一颗螺丝的话给它锁紧定好位 就是这一颗螺丝 螺丝与锁紧 下来安装这个电机固定罩子 这里也有一个要点 有三颗螺丝 一颗 两颗 三颗 这里也有对应的三颗螺丝 一颗 两颗 三颗 这个卡扣要卡到这个位 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这个位已经卡到了 这三个螺丝孔都对到了 我们现在上螺丝就可以了 第一颗螺丝以上好上第二颗螺丝 第二颗螺丝以上好上第三颗螺丝 这个电机和滚藤就已经固定在这个外壳了 我们下一步安装蒸发器 这个蒸发器首先还是把藤板从这个位穿过来 蒸发器和底壳已经固定了 先灌在这里上螺丝 安装侧面的定位螺丝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这里有一颗螺丝 我们上好 左边的蒸发器定位螺丝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把它上好就OK了 螺丝一上好 电脑板装配 装配这个电脑板 这个卡子和卡扣卡在一起 我们再装一下看看 把它拉上来一点 这样就卡到了 卡到以后下面有一颗螺丝一锁就可以了 这个螺丝锁完以后就是插接线插口 螺丝一锁好 开始插接线插口 这个插口是蒸发器里面出来的 发热管的线 这个是电脑板出来的 也是发热管的线 这两个插在一起就可以了 插了后咔嚓响一下 咔嚓响了一下就OK了 这个就OK了 蒸发器的这一条地线 就在电脑板上 管温传感器一插好 这个是环境温度传感器 把它放好固定好 环境温度传感器一放好 下来就是内风机电源线 内风机信号反馈线 我们插在电脑板上 到位后咔嚓响一下 咔嚓响一下OK了 这个是内风机的信号反馈线 是插这里的 另外一个连接线 接一下这两头的话都是一样的 标号是一样的 随便接哪一头都无所谓 现在开始接起来 我们按线的标号接 这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这下面标的有号 这个是四号线 我们接到四号 把卡码固定好 这卡码已经固定好了 固定这个电脑板保护罩 上面也卡到了 卡了以后下面这颗螺丝一扭就可以了 这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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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